排位回向 愿意持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是从恩 下记三土苦 各位念到这边要想到三土的苦 意念 感动 他们的苦要多练习 你也可以嘴巴念下去三土苦 但是你久了以后就变成 心就比较麻木不容易改了 上报是从恩 感动的要想到跪下来 父母祖先众生 众生太伟大了 所以三宝 乃至等等 然后你要这样观想 若有见闻者 吸发菩提心 愿所有 我看到的 听到的 乃至遇到的 都因为我乃至因缘成熟 让他们发起无上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请问现在走去要去哪里 极乐国 你要想不来去变瘦 你要转化一切 转不清静为清静 你要一直故意去转化 要如此 朋友的孩子一年前 13岁 因脑癌往生 到现在没有办法走出伤痛 恳请师父开示 要如何帮助这位朋友 当然要帮助妈妈爸爸 最好的方法 是先帮助他往生者 如果往生者 能够得生 净土 乃至投胎 做人生天 自然他就会有个快乐的感受 这个是无法形容的 自然会有这个感受 那如果往生者没有超度 爸爸妈妈很难走出这个伤痛 为什么 因为往生者的痛还在影响他 然后再来呢 对活的人 当然你帮完他以后 然后来跟他说啦 基本上告诉他 你现在伤心反而伤害小孩子 你现在先放下自己的感情悲伤 为小孩子诵地藏经 对不对 脱离三二道 念阿弥陀经 让他往生净土 念普门品 让他心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 念大悲咒 看他要念什么都可以啦 因为伤心没有用 念佛诵经词咒 心佛就会加持你 那你的心得到加持 你真的可以帮助你的小孩 让他也得到佛的净土 他会去努力啦 因为他现在没有一个 依靠的对象 一个正确的对象 那你要给他 那当然你自己也多念 回想给这位妈妈 也回想给这个小孩子 因为你的心有力量了 你自然他就会有力量 所以为了帮助对方 自己要 也要开始提升自己 用这些方法 所以 请问法师 能不能在北部地区 设立一个猫园 可以让一些外面 无家可归的流浪猫 有个家 那些猫咪实在很可怜 不是被车撞死 就被人毒死 我想 那两个做法 你把流浪猫抓回来 那他不自由 那他是你就多多的去 关心他们 也回想给他们 然后 当然 如果你要做一个护生员 要做得很大 因为那猫不会觉得他被 被约束了 因为他本来就很自由自在 当然 我会比较鼓励 病的 生病的 甚至已经生下来的小猫一堆 就赶快先救他 然后 因为猫比狗容易养 容易养 那当然 如果你这样发愿 我们也这样发愿 如果有好的地方 这样最好 拿摩是代表什么意思 拿摩有很多意思 但最主要就是 闺命的意思 闺命 当然也是鼎礼 供养 祈求都在里面 然后呢 归命 我把我的整体 来医治阿弥陀佛 叫南无阿弥陀佛 学习阿弥陀佛 我用我的生命 要进入阿弥陀佛的世界 都可以的 那什么叫树 何谓树 这个考了我中文 因为大家都叫树啊 树石嘛 树的就是没有什么花 花招 反正就是很单纯嘛 那当然我们 华人叫树石 然后西方人呢 西方人叫 苏石 Vegan 苏菜 那当然 我们都知道意思就好了 那真正很多佛教徒叫 灾死 九皇灾 对不对 灾清净 那我们也可以叫 慈悲的食物 为何 善行跟恶行 乘一万倍 等于灵 这什么意思 乘一万倍 是有这个加持 等于灵 应该说不执着吧 我们做善 一千万倍 是会回向给众生 善的本体也是空性 不能执着 所以他们叫等于灵 受包关灾界 能够喝人参茶吗 不要吃到人参就可以 喝茶 因为泡的是颗粒 当然如果你那个颗粒 已经完全融化了 没有颗粒就可以 他说他已经吃素 而且三归一 现在为一家百货红酒 专卖店店长 知道卖酒职业不好 也发愿因缘成熟后 要做素食利益众生 每天上班空档 都会念经持咒回向 百货公司众生 这样如法吗 渐渐如法 因为你亲自还在卖酒 不如法 然后希望你有福报 赶快转行业 福报一个晚上就OK了 发愿 我要做什么 你就有好的福报 找到一个 可能有能够收入好的工作 但是卖酒真的是 最伤害菩提心 最伤害慈悲心 为什么 因为这样破人伤害对方的佛性 对方因为这样就不能够觉悟 所以佛教的大戒 菩萨仲戒不能买卖酒 所以最好因缘 今天就成熟 好不好 法慧功德 希望众生不卖酒 找到善业工作 有些人开素食会亏钱 开婚食会赚钱 没办法 因为他业障重 你要修到开婚食会亏钱 赚素食会赚钱 代表你的善根强 了解吗 就像你去大麻将快乐 念佛不快乐 没善根 有意思吗 所以同样你做善事做恶事 你要修行到 哎呀做好事 好快乐啊 好反省啊 那就要善根的加持 住宅内有急杂音 像荒野虫又像颠波 声音无断 干扰睡眠 是何因缘 身上有灵病 超度忏悔 效果有限 长期痛苦干扰修行 重点呢 你的心改变 外在的干扰的声音啊 乃是身体的病痛啊 所谓的鬼神干扰啊 这都是唯心所限 那如果你的内心保持 这种 如何保持 睡觉前念一遍金刚经 对不对 乃是那边有声音 那我给你拼啊 我念大悲咒 你把不好的声音 转为好的声音嘛 所有的声音都变成 变成阿弥陀佛 那这些外灵干扰你 睡不着觉 那外灵本体也是佛性嘛 你用佛心 你用佛陀的心 像我都会这样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佛在我心 我用阿弥陀佛的 或是本师释迦摩尼佛的心 来感动这个外灵 那当然你也体悟得很好 对自己帮助也很大 而且念了佛的咒语 或名号的时候 对方也会得到加持 那我想 这个是就近的方法 但是去问这些 打坐通灵呢 这个助缘也不是就近 只是有些人已经 他就没办法 信心不够 不懂得修行的方法 再来业障还很重 他就得不到这个 先透过这些老师的帮忙 但是不是就近的方法 我会功德 我向雷鸣章 转速食行业成功 首先要先超度 先忏悔先超度 如果他这个杀业超度了 然后呢 他转速食就会助缘 对吧 不然有些人呢 爱喝酒 你身上有个酒鬼 他不让你戒酒的 你爱吃肉 你身上有个爱吃肉的众生跟业 他会驱使你去做这个事情 比如说杀牛杀猪的人 他身上就好像有一只刀 他一定要一直去砍 了解吗 所以你要把这个刀业 本来是这个持刀的业力在主 要把它超度了 不然就像有些人说 你不要乱搞感情 没办法 他身上有个感情在主 就策动他 策动他 去找这个事 所以就像没钱一样 你想赚钱 你身上有个金钱债主 就是要捣你的钱 那你要忏 所以不管如何 那听一下 你身上有个金钱债主 所有动物亡灵 得到超度 愿所有造杀业者 开婚食酒饭店者 业障消除 转为素食 又得发财 又可以发财 又可以做素 谁不要 但是 所以要有种种姻缘 但是我们要不断地祈愿 他说 他在市政府任主管的职务 我的长官常会在科长跟我部署面前 大声数落我业务上的 不是 但很多事情是一体两面的 未必是他所说的那样 我扭曲或是扭曲事实 因此我也很难带领底下的人 他们也因而渐渐看清我 我朋友都说 这是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欺 要我也要展现强势的那一面 经师父开示该如何处事 才是佛法的作为 又不会被人看清 别人对待你的都是因果 所以过去你也 你就换个立场换位 过去你就是这样不断地数落他 终于他找到姻缘来报仇了 那怎么办 忏悔 趁他下班跪在他的座位面前 做食供养 忏悔 对不对 因为你要跟他忏悔 你跟他忏悔 对着他的代表物 哪怕一张牌位 哪怕他的一个桌子 哪怕他一本书 他都得得到 然后他心里面 这个业力就不见了 这个叫有形的冤情在主了 然后你要还他债 替他供养 因为做供养就是尊重 我用你的名字去供花 供唐 对不对 很庄严的 然后给他忏悔 当然你自己身上一定有冤情在主 当你做这些功德 也回向你自己身上的 冤情在主 然后呢 也求佛菩萨 安顿你的心 不要退转 不要抱怨 也求佛菩萨 加持 回向给对方 所以各位 那佛教告诉我们的方法很多啊 你帮他布施糖水给大家喝 喝了嘴巴甜就不会骂你 你帮他布施漂亮的衣服给别人穿 来自放生是最快 等等 回向给他 他就会得到你这个善 光明 光明可以消除黑暗 但是千万不要 被恶之士 什么叫恶之士 叫你骂他的那个人 这个叫恶之士 善之士是叫你忍辱啊 慈悲啊 对不对 借机会消业障啊 修空性啊 那我想 你这样过来了 你永远都知道方法了 要么你这个主管早一点调走 要么你早生主管 对不对 但是因缘会这样 你不用 譬如说 你很讨厌这个人 你要开除他 你要得罪他不好 多给他回向做善事 哪一天 老板 身体不好 辞职了 这样 那不是解决的 随缘吧 你还是祝福他 这个恶业消除了 善业来 就找一个了 好的来填补这个位置 所以应该这么说 那有利吗 这个叫佛法 佛法反正就是这些方法 然后